走进工程文鸟,踩一踩只有状元才能通过的状元桥 国宝档案带您了解中国古代悠久的状元文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中国古代,考中状元是天下读书人的一个梦想 我脚下的这座桥名叫状元桥 那么我踩的这个云文青石也很有讲究 它寓意着青云直上,同样也寄托了读书人的美好心愿 今天我就通过这座状元桥给您讲讲长盛不衰的状元文化 状元桥坐落于中国广西状族自治区桂林市工程瑶族自治县的一座文庙里 工程文庙又称孔庙,学宫,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 为了纪念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而建 他与山东区府北京和台北的孔庙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孔庙 中国古代的学宫又名盼宫,是古人学习知识的场所 学宫前修建的水池叫盼池 工程文庙的盼池呈半月形 状元桥就架设在盼池之上 高年桥为实质构造 素面的青石桥板毫无雕琢 却独具匠心地暗含着许多吉祥寓意 从桥头射击而上 走到桥面上会看到一块浮雕着云纹的青石板 人踏在青石之上,暗于古人高中状元后 可以在人生仕途上青云之上 状元桥的桥拱为当孔 桥拱的形状同样暗含着美好寓意 人在侧面观看 半月形的桥拱与水中的倒影相连 正好形成了一轮圆日 这轮圆日中的圆暗合了状元桥中圆字的读音 在中国古代 状元是科举考试中电视的榜首 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第一名 对每一个读书人来说 考中状元是人生的美好梦想 素雅古朴的状元桥 巧妙地利用桥拱与云门青石 表达出古代学子心中的状元梦 直到今天 很多学生都会在考试前 为了跑个好彩头 来这里走一走 踏一踏 自明清两代 文官多出自科考 那么读书人要想做官 就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这条路 状元文化由此根深蒂固 成为了读书人心中的梦想 那么在工程文庙 我们可以到处看到这样的状元文化 您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 名字叫状元门 据说从前这扇门是不能打开的 除非你考中了状元 才能打开这扇门 也就是说 要想从大门进入文庙 为状元莫属 一门之阁 彰显出状元身份的尊贵 状元一词源自中国唐代 唐代举人附近考试前 必须递交头状 其情形类似于现在的考试前填写 报名资料 考第一名的人被放在头状最前头 于是称为状头或状元 元也是第一的意思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名叫孙福家 产生于唐代武德年间 唐代武则天统治时期 由皇帝出题的殿士 还只是偶尔为之 到了宋代 宋太祖赵匡印把殿士 确立为固定制度 每三年举行一次 并且对每一届新科状元 皇帝都极尽礼遇 不仅亲自赐宴招待 还特赐状元 身穿大红袍 骑马回家 途中锣鼓开道 可谓风光一时 其备受恩宠的荣耀 正如唐代世人孟娇的名句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明星两代 状元日益受到重用 按照惯例 新科状元会进入汉林院 从此踏进官场 汉林接近皇帝的机会多 升迁的机会也相应增多 所以素有楚相之名 是未来宰相的候选人 能够高中状元者 大多都是当朝才子 他们纵使没能在官场 身居高位 在其他领域也颇多建树 众所周知的 有唐代的贺之章 王伟 宋代的文天祥 明代的杨慎 清代的翁同和 张俭等人 这些状元中 不乏文学家 史学家和实业家 他们同样是状元中 名流清史的风流人物 状元虽然荣耀一时 却极难逃去 需要经过乡事 会事 最后到殿事夺魁 过五官斩六将 竞争之激烈 可想而知 对此 宋代大门好苏巡 曾感慨说 莫道登科一 老夫如登天 要想考中状元 除了需要三更灯火 五更机的艰苦学习 还要经历十年寒窗 无人问的耐心等待 其中的十年 还只是个虚数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三字经》中就有 若梁浩八十二 对大庭奎多士的句子 句中的梁浩是宋代人 他从公元九百三十八年出世 到公元九百八十四年 考中状元 足足考了四十六年 在科举史上 还有不少百岁考生 如清代的广东人黄章 一百岁时 从广东到北京应试 千里迢迢 一路由曾孙福氏照亮 随一生苦读 也没能考中状元 文庙里的状元文化 不仅体现在桥和门的这些细节上 更体现在整个建筑物的构架上 那么这座文庙呢 依山而建 尽庙祭拜的人们 射击而上 不由的会生出步步登高的成就感来 那么步步登高这四个字 同样也是读书人的美好期盼 工程文庙内的楼阁殿宇 依次修建在六级平台上 从状元门到重圣祠 射击而上 给人步步登高之感 居高俯视整个文庙 又会发现其层叠的布局 严谨的对称 显得非常气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当周出 debated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从谁直到露照明镜 来使用 还是通过凤凰与鹿KA 业织的俸禄双全都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考中状元后能够得到高官厚禄的世俗期盼 而灵星正是传说中掌管门区星的神仙 文庙中的灵星门由此有了某种吉兆含义 由状元桥穿过大城门抬眼就是大城殿 大城二字出自孟子孔子之位及大城者一语 细读大城殿门楣上的对联 即群圣之大城,朕玉生金道通中外 礼万世之师表,存神过化德和乾坤 也可以了解到文庙设立大城殿的用意 进入大城殿是一尊以手行礼的孔子像 向左右侍奉着颜子、曾子、子私子和孟子 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 这里都会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 盛大的典礼不仅饱含着人们对状元的渴望 同时也是对教育家孔子的纪念和尊诚 我们常常说文官只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 可一个国家仅有文官是不行的 所谓文武之道一章一迟 巧合的是,就在宫城文庙的旁边还建有一座武庙 这岂不是文武双全吗 好,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